顾飞的身影对不孝来说并不熟悉,他对顾飞印象最深的还是最早那个新手法师袍外加蒙面单刀的造型,现如今顾飞的黑衣形象已经声明在外,从装备角度来说,这一身装束当然比当初那身要强得多。 但对于不孝来说,那一身才是他的阴影所在,面对黑袍顾飞,他心里压力反而要小一点,但此时的不孝心理却还是在纠结。 因为顾飞过来的方向,本是他精心挑选的退路,但现在再从这儿走,二人势必要擦肩而过。 对不孝而言,这游戏里绝对没有比这更凶险的事儿了,他是坚信顾飞可以反前行的,但是反前行的方法真的是断水剑所说的那什么直觉吗? 在被赤裸裸裸地出卖后,断水剑那玄幻一样的说法更加让不孝不敢确信了。 这样的情况下,他哪敢实验性地从顾飞身边走上一遭? 不能走这条安全的道路了,不孝打定主意,已经准备小心一些从七月领来的这些娘子军当中穿过去。 结果,就在这时,以七月为首的众姑娘,突然各自拿出一个布袋,伸手一抓一扬,白石灰已经在街口弥漫开去。 不孝几乎是爬着,才没被迎面打来的一团白石灰打中,惊慌失措的他,连忙朝后退去。 这时候,如果被白石灰破了前行,肯定会被围,那样自己有消失也没用,消失也不能把人变透明,从别人身上穿过去。 郁闷的不孝,只恨大街上连个钻桌子的机会都没有,这一目了然的空旷,迟早会被他们用白石灰撒出来。 而身后的退路是更可怕的千里一岁,更加不在考虑的范围,反正被发现了也就是个死,不孝一咬牙,决定还是兵行险招。 不孝,不孝瞅准了一个姑娘,缓缓欺近,眼看就要被白石灰撒中的时候,突然现身,那姑娘惊呼了一声,手里的白石灰还是照样打了过来。 不孝,这会儿也顾不上躲,也没必要躲,一个剑步冲上,被白石灰撒了个百分百后,这也已经冲到了这姑娘的身后。 一刀捅出,就是一记被刺,跟着,抓了这姑娘的胳膊一拧,已经闪到她的身后,高声叫道,都不要动。 洛洛,别用回复术,突如其来的变故,众女都是一惊,洛洛原本正是要施展回复术,不想被不孝提前叫破。 不孝,她很快就明白了不孝的意图,立刻也没敢再动,倒是被不孝抓住的姑娘奋力挣扎不休,不孝只拧一条胳膊也有点吃力,干脆胳膊一横,直接卡了这姑娘脖子。 不愧是老朋友,很明白我的意图嘛。 不孝说,你,你还是不是人? 齐悦脸色铁青,尤其想到,自己曾经和这个家伙有过那么一层关系,齐悦,有想吐的感觉。 是人,而且是很了解你的人,这法子对你绝对有效不是吗? 不孝的确很了解齐悦,游戏里被挟持人质,根本不会有人当回事。 也只有齐悦这样的姑娘会在意,尤其这本是她和不孝的私愿,在这种情况下任由朋友做出牺牲,这种事儿不孝猜到,齐悦肯定是不会做的。 为了保护朋友,只要自己的要求不要太离谱,她一定会妥协。 不过,要控制人质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毕竟还是游戏,死亡的损失也就是个调集,人质不会有多害怕,当然也就用不着多配合。 所以不孝选中了这个弱小的法师,在献身的一瞬,不孝就使用了鉴定术,匆匆扫下此人的等级和装备,确定他不至于被自己一个被刺就秒杀死,不孝送上了一记被刺。 不孝是在力量上有相当投入的盗贼,这样挟持一个法师并不难,而这法师已经吃了他一记被刺,接下来,只要随便一刀,就可以挂掉他。 此时的不孝小心翼翼,生怕这个人质故意把身子撞到自己的匕首上。 小千里遗罪不要过来,快! 不孝深知,此时他手握的人质其实没什么价值,他仰仗不过是这些姑娘之间的相互关爱的友情,但万一有哪个友情并不到身呢? 所以不孝不敢拖延,立刻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千里,不要过来了,拜托。 齐悦早已经看到了顾飞,尤其是在不孝现身后已经开始了飞奔,连忙给了顾飞一个消息,但顾飞向来是没有什么聊天精神的,像这种关键时刻更不会去查看什么短消息,所以根本没理会就大步奔来。 齐悦一惊,他虽然看错过不孝,但对这家伙也还是有几分了解的。 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这家伙绝对是会死也要拖上两个。 千里,千里,别过来。 情急之下,齐悦只能扯着嗓子喊了,起码让不孝知道自己的确照他的意思做了。 啊,说什么?顾飞好像没听清楚,跑得更快了,其实他早已听到齐悦喊的是什么,更看到不孝挟持住了冰流里,事情也已经猜了个大概,此时顾作听不见,也是想再接近现场一点。 别过来了,齐悦急得跳脚,洛洛更是连忙跑出来,把顾飞给拦住了。 装没听见吧你,洛洛看穿了顾飞的小算盘。 呵呵,哪能呢?你们这忙啥呢? 顾飞做轻松的路过状。 小在这儿撞算了,不孝看到顾飞终于止步,长出了口气,就这儿也没敢大意,把兵流里当作盾牌挡在了他和顾飞之间。 快点给我让路。 不孝哪敢多逗流,连忙呼喝众人朝两边闪。 你能秒了他吗? 洛洛小声问顾飞,他生命多少? 顾飞其实早已经进入了法术能够攻击到不孝的距离,但就是吃不准能不能秒杀,如果能确定找一个雷电术劈下去了。 我刚鉴定过他装备,保守估计,洛洛说。 不行,秒不掉,除非能近身。 顾飞算了下雷电术的伤害,不够秒杀不孝。 你不是会瞬间一动吗? 洛洛说。 姑娘,我离他还八米远呢。 顾飞一说。 这么说,我不拦你的话? 那他可能已经狗急跳墙了。 顾飞叹息,不孝这种自己老早就得罪的敌人,估计做梦的假想敌都是他,又怎么会不防着他的瞬间一动呢? 你知道还冲? 洛洛说。 我不就是想看看是谁吗? 顾飞说。 不孝啊,你不认识了? 洛洛问。 不走近点,我哪里认得出来? 顾飞一说。 你看,他还藏着头。 你们两个嘀咕什么呢? 不孝吼。 顾飞始终是他重点注意的对象,发现他完全没像其他姑娘这么紧张,在那儿和洛洛聊得火热。 不孝心里,一团怒气急冲。 你们忙,顾飞摆摆手,示意大家不要理他和洛洛。 众女一头黑线,不孝再次催促。 快点让路。 七月,也盼着顾飞过来后能有什么转机,所以大家很会议地让得慢慢吞吞。 顾飞和洛洛都聊这么多句了,也还没让干净。 不孝觉得,自己的耐心受到了极大的挑战,正准备发话,不想顾飞居然很向着他。 大家快点让,别磨蹭了。 众人诧异,连不孝都有些郁闷,结果就听到了顾飞的下文。 让他快点走了,我好去追杀。 不孝吐血,正准备再说点什么,突然听到有人扯着嗓子吼了一声。 哎呀,这什么情况呀,绑架吗? 哎呀呀呀,这可是大事件呢。 所有人都被这声尖叫吸引了目光。 就见顾飞,过来的那条街道上,有一人也飞奔而至,一边手忙脚乱地掏着什么,一边大喊着。 什么人? 不孝当然是很警惕的。 帮匪先生你好,我是好玩游戏网的在线记者多慕,不知道你介不介意我耽误你几分钟,问你几个问题。 来的人是多慕,他和慕多原本在酒馆里对顾飞坐着专访,忽然顾飞说收到消息要去砍人。 千里一罪砍人呐,俩人当然想做个现场报到了,但遗憾的是,人俩人都没顾飞这速度,顾飞当然不会为了这耽误他砍人这么大的事。 所以,虽然三人都朝这边来,这是有了先后,顾飞最快,多慕稍慢了点儿,而慕多那个普通法师这会儿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多慕慕多? 在场有些人立刻叫出了这名字。 多慕和慕多向来都是联合发稿,用的就是这个名字。 喜欢上好玩游戏网的人对这名字都不会觉得陌生。 不小不巧也是好玩游戏网的注册用户之一。 熟悉这名字,而且他还见过多慕和慕多。 前些日子这两个家伙到月夜城访问过石会联盟的云中慕他们,不小作为路人也有观望。 这之后白石城大肆蹲守银乐时,这两个家伙也现身做过采访,而且守了一天一夜,想等银乐上线访问几句,可惜没有访到。 此时一看这人,不小认出果然是多慕,但这时候不小哪有心情接受什么提问,更何况他自己都不觉得他搞绑架这事儿有多光荣。 结果没等他发话呢,多慕的职业素质已经有体现了,问题已经连猪炮一般的甩出来。 绑匪先生,方便透露您叫什么名字吗? 绑匪先生,您为什么要绑架这个法师姑娘? 这只是在游戏,绑匪先生,您为什么会有自信做出绑架这种事儿? 而且看起来您好像做得挺成功。 方便的话请您回答一下吧。 多慕诚挚无比地道,不孝愣了足足有半分钟,这才回过神来,立刻拧着眉头怒吼。 老子不方便,快点,都给我站到那边去,再不照办,咱就拼了算了。 众姑娘连忙朝不孝指的方向去了。 多慕一看,不孝没心情接受访问,结果又转向了顾飞。 千里,你吉桑通赶来要砍的就是这个人吗? 这么说,你一定知道这人的来历了? 当然,这人叫不孝,不过,我过来不是找他,我是听说银月在这边,怎么没看到? 顾飞和多慕都混了快一早上了,回答问题十分娴熟。 银月逃去交易行了,不孝飞快地把银月出卖了,如果顾飞能立刻甩下自己去追击银月,那就好了。 哦,那你去吗? 顾飞问,我少废话,都转过去,背对着我。 不孝气急败坏,众人照做,结果多慕这边还在向顾飞提问呢。 不孝,是当初被您连砍过很多集的那个不孝吗? 没错,就是他。 哦,那已经是很久以前了吧,看到今时今日的不孝,您有什么感想? 依然那么欠侃,那么对于他做出绑架这种事儿,您怎么看? 禽兽不如。 那您知道他绑架的目的吗? 这个问题我建议你去问那边的银月会长。 银月?云端城全女生行会的会长银月? 哎呀,久呀久仰,一直也想找机会给您做次访问呢。 银月当然不可能像顾飞这样出名,但多慕毕竟属于八卦界的消息灵通人士,并不是一般人。 而且他的视线是盯在全游戏,不会只盯在某个主城。 对于在行会对抗战上,也出过风头,且行会青衣色女生成员的重生子经是留意过的。 至于一直也想找机会做次访问,是不是公伟的客戚化就不太清楚了。 但显然多慕对重生子经和银月的情况掌握的并不太多,一边的顾飞已经在黑着脸说。 谁告诉你,这姑娘是七月了,那边那个格斗家才是。 顾飞刚才说到七月时,就是目光随便朝那边望了眼,多慕当即把顾飞身边的洛洛当七月了,好一通说。 啊?哎呀,真是不好意思,搞错了搞错了,原来您才是七月会长。 多慕不觉尴尬,极其流畅的就走向了七月,不愧是记者同志。 打折顺棍的本事,炉火纯青。 既然您是重生子经的七月会长,那这边不笑的问题我多少已经有点美目了? 多慕笑着,这可是正八经的八卦人士。 七月和不笑那点尘世旧事,怎么会不知道? 七月此时当然也很没心情和这家伙扯皮,皱了皱眉毛,却也不知说什么好。 不笑这边也只能假装这人不存在了,在看到所有人都依他所言背向了他后,突然一把将冰流里推了出去,跟着就发动了技能前行。 有人听到动静情不自禁回头一看,就见冰流里已经摔倒在地,而不笑已经消失不见,连忙大叫。 不笑不见了! 所有人回头,顾飞一个剑步冲出两米,跟着,一个瞬间一动,已经闪到了冰流里身旁。 双眼闪天降火轮,火树千重燕,几个法树连番轰了周围大片面积,却依然不见不笑的身影。 此时的顾飞也感觉不到不笑的所在,显然是因为不笑并没有在注意着他。 不笑一直都很关注自己的举动,但偏偏在这个时间不注意自己,难道说他知道自己是怎么洞悉到前行的? 能知道这情况的,只能是有一定基础的炼家子。 目前游戏里顾飞遇到的,也有百事经轮和断水剑有这能耐。 顾贤虽然在游戏里身手极强,但这份直觉却都不可能拥有。 是断水剑告诉他的,顾飞一边想着,一边把冰流里拉了起来,这边七月又在指挥众女自处撒着白石灰,希望把不笑给洗出来。 只是看起来机会渺茫,不笑刚才不知是选取走了哪个方向,这会儿看来已经不在此处了。 你们先忙着,我去交易所那边看看。 顾飞说 看那个银月吗? 齐悦问 嗯 顾飞一边走着,一边回头。 有不笑的消息,也记得通知我呀。 不用麻烦了吧? 齐悦说 别呀,看人是我的爱好,拜托了。 顾飞忙道 好吧 齐悦说 谢谢 顾飞很高兴地去了 留下七月一阵茫然 这事儿到底应该谁谢谁呢? 交易所这边 银月倒是成功活着进了里边 但却已经被人层层围拢 再无脱身可能 这些人都是来一方面的人 大多是银月以前的兄弟 此时大声数落着银月没意气的诸多行径 银月被堵得小脸煞白 但这是安全区 并不是下下区 下下的话将是最不安全的事儿 银月只能咬牙忍着 顾飞来到人群立刻被人看到 大家都很欣慰 千里兄也来了 哎 来了来了 茫茫的茫茫呢 月仔呢 顾飞问 这儿呢 身后有人回答 顾飞回头一看 就见到银种月仔 屁颠屁颠的跟着茫茫的茫茫过来了 醉哥 你比我来的还要快吗 银种月仔说 你怎么找到音乐的 顾飞就是收到银种月仔的消息 才匆匆过来这边的 论坛上看到的 银种月仔回答 论坛 顾飞茫然 对啊 我也不知道是谁 反正就在论坛上说 银月会到那里去 让有仇的去报仇 没仇的去报怨 银种月仔说 是啊是啊 我们也是看到这样的帖子 才招呼大家一起来的 蓝义这边也有人说 顾飞觉得 这事儿好像有些蹊跷 突然想到 银月他们怎么无端 跑到白石城来了 连忙给他去消息问 猫猫在论坛上 看到有人发帖 说不笑会在白石城的这里出现 回来 在行会里告诉大家 大家就都吵着要来 银月无奈地道 看来他自己 倒是对这事儿不太热气 实在是 拥不过会里 姑娘们的热情 其实姑娘们平时 也是很团结的 尤其在互相帮助这事儿上 已经可以拿互短来形容了 帮亲不帮礼的 又是论坛上看到的帖子 怎么回事 论坛上随便出个帖子 大家看过就信呢 古肥纳闷 罪哥 你不知道 这可不是一般的帖子 鹰冢月宰 神秘地道 发帖的这个ID 现在有个绰号 叫预言帝 他好几次发帖 所说的游戏中的事情 无疑不重 所以这次发出 这两个家伙的位置 大家都深信不疑 请不吝点赞